Hello,大家好,我是小七 现在我家门口 这里在修这个水塘 这个水塘现在挖的已经 差不多了 我从小就是在 这个村长大的 在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山 山上长的都是一些松树 我的房子 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的一个老房子 就是在我家门口 这里修这个水塘 上次我拍视频 这个水塘里面很多那个柔维草 现在这个水塘全部都已经 挖掉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镜头 挖的很深 这个挖机工作了三天 今天是第四天 已经全部都挖出来了 这两边的这个塘梗 也包高了,包的很宽 刚才跟这个挖机的 师傅聊了一下,他们是 一个小时是300块钱 一个小时 这个挖机是个大挖机 瘦都真的很快 做起效应来非常的高 看这个塘梗现在包的多漂亮啊 现在除水的话 就能灌溉很多道铁 这两边全部都包起来了 现在这个挖机在修这条路 这个路加宽了 之前比较窄,现在一直到山坡上去 全部都已经加宽了 这里过来就到了我的老房子 这里过来就到了我的老房子 就这里第一家就是我的老房子 以后这堂里有水 来这里洗衣服啊 或者洗菜也很方便 我记得压这个露面压得板实一点 这个路刚刚把它修平整了 水塘已经修好了 现在把这个路一弄就已经完工了 刚刚跟身后的这个挖机的这个包工头也聊过 他们这个挖机的话 大挖机是300块钱一天 一天的话工作10个小时 一天是3000 这样删下来的话 一个月差不多可以挣10万 如果说它是24小时 就是人修 机器不停 晚上还加班干的话 差不多一个月能做到20多万 所以说真的很羡慕 一年能挣100多万 接近200万 所以说有一台大挖机 如果有核干 有四座 一天365天一年 总是不停的做的话 那一年真的能挣个200多万 其实挺赚钱的 不过这个挖机的投资也很大 这一台挖机应该要100多万吧 所以说看得起真是让人羡慕啊 有这个挖机技术 有这个资本 然后你还要有这个核干 接待到四 就是不管刮风下雨一天那晚 就有四座的话 那真的是挺赚钱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